我們會關心這個郭榮民消息 還有保濕 我們如果都在說 不可以拿到保濕 不過在訪問 有哪來的鳳聲說 有保濕的這個老師 如果打這個保濕小孩 這手機要還違法 在這個保濕的外面開這個保濕班 要還把這個題目來寫 說你有保濕 我就跟這個題目跟你說 要再鼓勵一些 可惜可不可以的 保濕小孩說救他們要來保濕 外面店員可以看到 保濕小孩打十幾個手心 你怕哪兒竟然是保濕老師 有加強班的老師規定生育不到90分 每三分就要講一下 有學生還要大到現在 就要接受心理治療 有的同學甚至情緒已經崩潰了 然後我女兒她 後來也有去看那個身心症 我們有後續做心理輔導 聽看來不是只有一個老師 甚至聯合在學校外面開保濕班 落地不讓來保濕的同學 有來保濕當然考慮得很好 生育不好的同學就要放棄 又有所學生 跟老師開的保濕班上課 告訴團體公布學生 跟家長自己錄影的外面 批評說同學校沒有積極處理 這一些權益受損的小孩 八上八下九上的學習成績 在計算的排名上 已經遭到泄體的污染 目前沒有做一個補救之外呢 這些老師還在職 告訴團體北斗家長 像八九九月報登前 九月報回應說 同學校已經對這幾個老師紀錄出婚 你看下能力分班跟無學任教師處理 也都照聽說在這間 有的老師是紀大過 那有的老師是紀過 分別針對他們有靜音補習班 還有斷考洩題的一個部分 九月報這齣第一三處理 是對橫管市政府的管制 目前藤橫管政府也帶來跟 學校研究說 學生成績補救的方式 立無學任教師處理 就要由學校調開到平衡心者 九月報也家長挑戰 學校評判前行 絕對禁止靈力評判 記者有助長期視野台北報道 感谢观看